二十五 二十五 你们结婚二十六年 那结婚一年之后 女儿就出现了 女儿的出现 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 保持了你们的婚姻的继续 为什么 因为你们俩之间 其实是很多方面 是有分歧的 大大小小都有分歧 表面上看 她什么也不管 你都说了算 然后呢这些 你来定 对吧 其实她内心是不认可的 这就是反映在 为什么那些鸡毛蒜皮的事 一定要跟你争出一个 谁对谁错 为什么家里这件事 你说了算 她的确在家庭这一块 因为你的强势 所以呢她 好 打不过你 我们出去 我们在我们那个朋友圈里 在那个游玩世界里 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她在外面非常有存在感 但你在家里是没有的 如果说女儿一年之后 不出生的话 你们的婚姻可能 不会维持太久 因为根本就没有 很多的共同点 女儿出来起到 一个什么作用呢 你们有共同话题了 你们知道 怎么让女儿好 因为你们本质里 是爱女儿 爱这个家的 但是没有找到 一个沟通上的 一个正确的方式 这会儿客观情况又出现了 如今女儿这个共同话题 又不存在了 女儿独立了 你们俩又回归到 二十五年前这个模式 也就是说在二十五年当中 你们根本就没有进行 有效的沟通 你们是习惯性的 又孤独 就是你在你的这个圈子里说话 你在家里说话算数 她在外的说话又话一圈 所以说如果双方 都是这样习惯性孤独 那你们的婚姻 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好在大姐是有这个觉醒的 她想拉着 你跟我一起去跳舞 你一定要陪伴我 但是这就是 你们要回现在要做的动力 怎么解决 你们之间沟通的问题 我觉得两点 第一呢 制造共同话题 能不能一起去旅游 真想挽救婚姻的话 就一起去做某一件事情 在小事上呢 多能达成量级 不一定非得是我认同 但是我就听着吧 对不对 不要争吵 因为争吵只能宣泄情绪 说的都是以前那些事 没有点新鲜事 你们当中需要 共同的新鲜事 第二点 如何能让老公回来 我们换一种操作方式 让他来吃这个家 你看看他能力有没有 你放放全 适当地放放全 在这种关系里头 你们是可以有 互相被需要 互相依恋的关系 要重建依恋关系 否则这个家交给你了 他不得玩了 你心里不干 其实他也不情愿 如果家里能有 更好玩的事 我们一起夫妻来做的话 那就形成了依恋的 明白吗 所以把这种感觉找到 日子一定还会很好 就这样 你从头到尾不就说 这个男人不会疼人吗 是吧 如果他答应你的请求 跟你一起去跳舞 而且以他的天才的聪颖 他跳得很好 很多女人都真的跟他跳 你高兴吗 我不高兴 那你让他去跳什么呢 他跟我这样 你看为什么我跟别人跳 他就没事啊 我觉得他要跟别的女的跳 我就受不了 所以啊 我这么想的 其实他时至今日 从结婚那年起到52岁 这30年 始终不变的顽童的状态 其实是你想要的 你的潜意识当中 一直希望自己的丈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